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坐落在新银五分车铁路旁的 唐福印刷创意馆 原为台唐台南新银唐福印刷厂 曾经是南台湾设备最齐全的 活字印刷厂 台湾唐业公司 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制唐企业 台唐吉亚宾 好 谢谢 耶 再感谢的五分车铁 曾经是许多堂厂员工的回忆 当时台唐所属各堂厂 多分社于乡村偏远地区 因此各单位所用之报表种类繁多 印制文件报表十分不便 为了能够解决问题 民国四十三年七月 台唐公司职工福利委员会 筹设台唐公司职工福利印刷所 简称唐福印刷所 全盛时期 印刷所职员与技术人员共有百余味 唐福印刷所 唐福印刷所在民国七十三年 改名为台唐公司职工福利委员会 唐福印刷厂 并牵纸新盈 唐福印刷所当初是民国四十三年的时候 因为製唐的业务需要印很多的报表 所以就去跟新生报 把他的一套印刷的设备 把它整个买下来 為了因應我們唐業的需要 有很多的表單 很多報表要製作 所以我們當然要製造很多的 我們唐業所需要的字模 然後跟所需要的字 那這次把它建立了一個唐府印刷所 大家現在所看的這幾箱 這些都是同盟 它有中文 英文 還有數字 還有評價名 跟偏價名 然後甚至也有標點五號 然後大大小小 朗朗中中有七萬多個字 我們在火板印刷整個流程中的第一道 所以我們都說這是文字的母親 1980年代 因為數位化 因為資訊化的結果 因為電腦出來了 所以到1980年代以後 就漸漸的這些業務量 就漸漸的被電腦手期待 就漸漸的貼平 還有超級貨物 可以制製製製製製製造其實 你用寫的貨物 因為要有很多貨物 會有很多貨物 一個字一個字剪過來擺好 要寫堂符印刷手就要找五個字來 找字就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然後大字小字都要擺好 那到最後弄好了才去印刷 印刷以後有錯字還要重新再來搓換 所以它整個的作業非常的費人力 這塊板我們要鵝 我鵝仔說這個圓芸 幾分了至幾分才可以人做到 不然開來大小的會不會做一份 這叫圓鎔 這個銀杆就是要擺白板配合中間的寬度 它也可以寬度 腳架維持再擺 都一定要用銀杆去用 大小的也不一定 用銀杆去擺白板配合中間的四分的一杯 四杯 來比較組合 這樣比較可以起來 就在那裡 你把麵拿下來 你把麵拿下來 把麵拿出來 開麵拿出來 現在開始要來撐冰 要撐冰,要撐冰 你太大廚這樣不夠 就要配合這個角度到這個要硬的地方 一台一個塑膚,一個鞋圖 塑膚是硬的,專門硬的 按你鞋圖,你要洗色,保養機器 還有塑膚在硬的時候,你要看這個柱 這個油膜有沒有平均沒有平均 還有在那邊看有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你就要跟師傅講 台塘有非常多的,超過一夾子這些文物 台塘一直把它保存得非常完整 我們成立一個唐服印刷創意館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它開放 讓我們的民眾,甚至於尤其我們很多的學生 可以來參觀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透過講解 讓很多學生了解過去的印刷的技術 是怎麼發展過來的 然後過去的經濟活動是怎麼運作的 我希望能夠給我們這個 特別是很多我們的學子 能夠有一些新的認識 歡迎來參觀 歡迎來參觀 我們來參觀 我們來參觀